一大早六點半 高雄區議員黃傑現身接頭 跟熊女學妹們熱情打招呼 這也是民進黨中央 正式提名黃傑參選第六選區 立委後第一個敗票行程 黨團議員大陣仗送暖 黃傑動帥 李博義動帥 參選左南區立委的李博義 也跨區來跟黃傑合體 互相拉抬聲勢 黃偉義 湯永瑜 邱俊憲等議員 也送上提神飲料 力挺加油 站完路口喘口氣 繼續跑市場 毕竟期不晚 黃傑盡全力爭取支持 民進黨主席賴清德也致電 其免黃傑選戰不好打 要加倍努力 至於藍營日前指控他空降 落跑選立委是雙標 黃傑開跑回擊 尤淑慧 許巧 新王洪威 這些人其實大家去看看 所有人都是這樣 那他們如果覺得自己 承認自己是低標的話 那我們再來討論 至於同選區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陳美亞二號 被上錄節目前也緊咬空降議題 他只是把第六選區當成他的跳板 我也聽到很多的這些民進黨的人士 他們告訴我說 他們醞釀要退黨 因為他們認為真正的民主政治 不是這樣子 今天黨部都沒有收到任何黨員要退黨的聲音 今天早上有非常多的議員 陪同黃傑議員 還有李博一議員 一起在站入口 因為參選問題 藍營南北參選人主動隔空校正 黃傑一邊回擊 也抓緊時間跑市場站入口 立憑最短時間內抓住選民的心 三列新聞田居達 我會喜歡高雄報導